在我心 各位大家好 2011年8月19日联合报这篇文章 我觉得很有趣 文章的作者李嘉童校长 再次与你分享 题目是大师的杰作 他说有大师头衔应该是一件很过瘾的事 我自己没有 但我的同学老张却是社会公认的大师级人物 老张是建筑师 他所设计的建筑全部都是有名的 也是全国建筑系学生必读的案例 有好几个建筑得过国际间的大奖 每一次张大师的建筑落成 开张的前一天都会有一个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屋主不仅邀请记者 也邀请建筑师以及建筑系的教授和学生来参观 我每次都被邀请 因为我是老张的好朋友 他每次都一定送我一张邀请函 奇怪的是张大师本人从来不出席这种记者会 他总是派他们事务所其他的重要人物代表他领奖 虽然很多建筑系学生和教授常常讨论他的案例 他自己却永远不解释他的建筑 也从未对建筑界解释他的设计理念 我当然对此十分好奇 问他为什么从不对他的建筑发言 他的回答一直使我很困惑 他认为他所设计的建筑都不能完全令他满意 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建筑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于一般人来说 老张所设计的建筑已经是杰作了 无论大教堂、小教堂、大旅馆、小别墅等等 都是我们经验的作品 老张人不满意 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我有一次就问他一个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有名的建筑 像巴黎铁塔、圣彼得大教堂等等 你老兄究竟认为哪一个是你最欣赏的 他的回答居然是一个也没有 老张是不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呢 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如果非常骄傲 当然看不起任何人 因为我们两人很熟 我知道老张一点也不骄傲 他虽然从不谈自己的设计 却常常赞美别人的设计 说来说去没有人搞得清楚老张在想什么 昨天我忽然接到老张的电话 说他要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得意杰作 这次他用了杰作这两个字 使我非常好奇 我一点也不知道张大师最近有什么新的建筑落成 老张告诉我 他会开车来接我 还要我穿黑西装 更令我奇怪的是 老张要我打上黑领结 我立刻告诉他 我没有黑领结 老张只好说 他会带一个给我 最后他提醒我 一定要穿白衬衫 老张在下午五点半来接我 他的车子往乡下开去 最后停进了一座儿童中心的停车场 这座儿童中心的建筑 的确是新的 也很漂亮 我们去的时候 天也黑了 这座新建筑 被柔和的灯光照射 给我一个感觉 我好像站在一座童话故事里的城堡前面 老张轻轻告诉我说 这是我设计的 儿童中心内部有卧室 可惜我不能进去看 老张带我进入了一间很大的房间 一看就知道是餐厅 至少目前是餐厅 这间餐厅的墙壁全部都是木头的 颜色是深咖啡色 房间很高 虽然中央有大型的吊灯 但是现在全部没有开 却开了所有壁灯 壁灯放在很高的位置 极为优雅 也极为古典 那一天 餐桌是导优质型排列的 餐桌其实是一般旅座的普通桌子 但是桌布却极为讲究 桌布很厚 淡黄色 桌子上放了大约60份磁盘和刀叉 那些盘子都是香精编的 刀叉也输沉重的那种 每一张桌上都有一个红色蜡烛 足有放在一个不小的玻璃缸里 现在全部的蜡烛都点上了 使整个大厅的光线非常柔和 大厅中间放了一大盆玫瑰花 也放了四根蜡烛照耀着这盆花 孩子们走进来 老师们当然也都进来 饭桌前祈祷结束后 要上菜了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要打礼节 因为我和张大师都要端盘子上菜 好在菜肴放在一个推车上 我只要夹菜给孩子们 一共有六个人同时上菜 主菜是鸡腿 小小孩子一只鸡腿就够了 也有几位大个子的孩子 一口气吃了三只鸡腿 有一位甚至吃掉了四只 这些孩子的面前就是蜡烛 他们的脸全部被烛光照耀着 在一片烛光中看到这么快乐的面容 令我很想按下快门照一张像 但我知道这些孩子来自弱势家庭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对他们照效 吃饭的时间 孩子们虽然有说有笑 可是声音不大 因为大厅里放着音乐 放音乐当然要有扬声器 这座大厅的四座扬声器装在天花板上 像灯一样的掉下来 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们是吊灯 音乐响了 我才知道这些是扬声器 可想而知 音乐当然是非常悦耳的 那天播放的是维瓦地的四季 我虽然要上菜 仍有偷闲的时刻 所以我吃了面包和汤 也就饱了 饭吃完 全体老师和孩子唱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 我有平安如江河 老张事先将歌词印了好多份 所有的服务人员 包含厨子都进入大厅 和大家一起唱 看到这些孩子在烛光照耀下 快乐的面容 听到他们响亮的歌声 我们这些人特别能感受到 平安的意义 还好 老张没有要我留下来洗碗 他开车送我回去的时候 强迫我和他到郊外去兜风 他说他终于懂得何谓杰作了 他之所以将这座建筑 视为他的杰作 是因为这座建筑 能够带给他心灵上的平安和喜乐 而这种平安来自 他可以经由这座建筑 亲手使弱势的孩子们得到快乐 每一年 他都会请孩子们吃一顿大餐 食物并不特别讲究 但排场必须高级 唯有如此 才能使孩子们感到尊重的意义 他说孩子们不知道他是谁 老师们也都答应 不会透露他的身份 老张还告诉我一个观念 好的艺术家一定可以将他自己 表现到他的作品中 很多人以为建筑师是艺术家 其实建筑师是要讨好屋主的 他也许不信教 却要设计教堂 他也许很讨厌那些专门给有钱人 住的豪华旅馆 但仍要设计大旅馆 这一次 当他为弱势孩子设计的时候 他发现了可以尽情地表现 他的内心深处 当然这就是他的杰作了 我的好友是大师 大师终于解释他对杰作的定义 而我们小咖呢 我们好像不可能有杰作的 就在我想着这件事的时候 电话响了 我做义工家教的一位学生打来的 他告诉我 他考上了一所高中 对我的大学教授同事而言 他们一定不知道这所学校 可是这个孩子当年的程度差得不得了 亏得我教学有方 他才有很大的进步 对他来讲 能够上这所高中 已经使他非常高兴 我听了以后 也替他高兴 我答应周日会请他吃饭来庆祝一下 放下电话 我不知不觉地唱起 《我有平安如江河》这首歌了 我也有过一些学术上的奖项 但每次拿到这种奖项 都没有出事内心深处的快乐 刚才的那个电话 确实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我知道 任何人都可以有杰作的 并不是大师才有杰作 很多大师 哄爱也没有什么杰作 《我有平安如江河》 《我有平安如江河》 《大师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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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郑造星》 《我有平安如江河》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落板上的学术》 《夺术》 《宝静 candidinc dopamine》 感谢观看